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博少 当医患关系出了问题 最严重的冲突就莫过于医疗诉讼 在医疗诉讼的双方 一方面是医护人员 另一方面是律师和他们所代表的病人 医护人员经常觉得 自己这么辛苦做事 而且是一心为了病人 但是就有对方的律师在善风点火 而病人就会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冤屈 幸好有律师为他们伸张正义 律师这个团体总的来说 觉得医疗人员和医院这方面是很难告得入 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保险公司 医生和所有有执照的医疗人员 护士等等都有各自的误医保险 医院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很有财力的商业机构 但是在医生这个角度 就会觉得医疗诉讼律师是一群很可怕的人 面目可憎 因为医生经常没有饭吃 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 而每日接触几十个病人 长年累月有几千的病人自己长期跟踪 我说的是如果是内科和内科的不同专科 很多是慢性病 各医生有自己长期追踪的很多很多的病人 而这些病人绝大部分对自己都很信任 自己这么敬业 这么废诊忘餐 半夜还要起床接电话 还要去医院看病人 都竟然会被诉讼律师执鸡脚 他们就认为诉讼律师为了自己的荷包 而善起医患的冲突 但是诉讼律师又认为 医生或者整个医疗机构趁火打劫 趁你病拿你命 我现在说的是 医疗诉讼当中的双方对对面的看法 但是你不要以为 只是在一件案中对立的双方才是这样看 就算平时 包括从来未被人告过的医生 在他的脑海中 都经常对医疗诉讼律师有负面的看法 因为他不需要亲身经历 当一个人的脑海中 对于一些可怕的结果 有巨大的恐惧 他的日常的行为 很多时候就是过分地自我保护 这个就反映在开一些不是十分需要的检查 有些病人认为去看医生 要做这么多检查 这个医生当然是很贪钱的 其实基本上 医生开的检查 只要不是自己拥有器材的 他都不是在自己开的检查里面赚任何钱的 但是他有时是为了保障不留诊 即使是可能性很少的诊断 他都要用检查辅助自己的临床印象 如果万一病人有不良后果的话 起码在法律上 他都可以说 我各个可能性都考虑到 都做了检查 不是说只是靠我自己的临床判断 在这一方面 病人就要另外花时间去约做检查 而且有些检查是要受皮肉之苦的 当病人遭遇了不良的医疗后果 他又很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他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 并不是想惩罚医护人员 他即使是对自己的医生和护士都很信任 甚至是感激 他都觉得不良后果的背后 希望有一个解释 知道来龙去脈 问题是在医生和护士和整个医疗界 对医疗诉讼的恐惧 导致他们经常不能够坦率 或者不够胆 坦白地和病人和家属 沟通问题的症结 这样就被病人和他的家属觉得对方遮遮掩掩 本来不是想责怪他们的 都在每一个问题被敷衍的这个过程中 起了疑心 觉得对方一定是有见不得光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 有些病人就找律师 希望通过律师出咸 向医生医院取证 拿到病历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结果是这样 但当律师流出了信给医生产所 医生收到信 他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诉讼 收过这些信的医生 他就会觉得明明我没有做错事 都收到这些信 我下一个病人就更加要面面俱道 做多些检查 或者是开药的时候 在病历上写多一些可能的副作用 在做手术和病人谈的时候 拿知情同意书的签名的时候 上面列多一些可能的病发症 在病人的角度就觉得 本来我们两个是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 病人就会觉得 你做每一件事都在自我保护 虽然医生也都知道自己的不少行为 都是为了防止被人告 而被人告这个可能是极少极少的 但是他的这种恐惧 时时都在起作用 而这个医疗诉讼的系统 诉讼过程很复杂 代表病人的律师 基本上都不会有代表 医护人员和医院的那些保险公司 那么财大气粗的 于是代表病人的这些律师 就觉得如果要自己 如果要自己银河包 几十万取证调查 才知道可不可以为病人 拿到一笔赔偿 而自己就拿到这一笔赔偿的一部分 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那他就会在选择案件的过程中 只是选择一些病人在接受医疗的过程中 伤害最大的案例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病人 在医疗中有不良结果的时候 没有办法可以得到赔偿 即使他是按道理应该有一定的赔偿 于是我们所知道的 病人打赢了的公司 很多时候是有很大的一笔赔偿金 而这些个别的事情 又对医护人员 形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医护人员 都是为了病人的利益去做事的 整个学医的过程这么漫长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 不是真的想为了病人好 都不会坚持得下来 当然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好个别的怀人 而病人受了伤 在现在的这种系统下 经常是受不到任何的補偿 又得不到任何答案 医生也都不好意思 或者是不够胆和病人去解释 我想虽然现在在美国 解决医疗糾纷的手段 都还是通过医疗诉讼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学新西兰处理医疗冲突的方法 他们有一个事故补偿委员会 叫做ACC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另一个就是健康和残疾委员会 叫做HDC Health Disability Commissioner 前者给一些在医疗过程中 得到不好的结果的病人和家属 经济补偿 后者就是在医疗事件发生的这个专科 由专家去鑑定成的案件 而不是好像美国那样 要通过医疗诉讼去寻求答案 当然用医疗诉讼这种法律手段去解决医疗冲突 都是属于文明的方法 总比用武力解决好一万倍 绝大部分的医疗诉讼 都是庭外和解的 而这些庭外和解呢 代表医护人员和医院的保险公司 计算过如果要一直打到对博公堂的话 更贵过现在就拿一笔钱去息事宁人 在病人那方面呢 律师就会同样的计算 觉得打持久战的胜数未必好过 现在就拿到一笔钱 自己就拿这笔钱的30% 因为自己在前期做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已经掏了荷包 花了几十万元 这个大洞就要靠早一些 拿到庭外和解的钱去填回 所以双方都做过这些商业计算 来做到庭外和解的这个决定 因此很多的庭外和解 不等于是医护人员的错 而绝大部分受过伤害的病人 也都因为他们去问过的律师 认为他们拿到这些回报的可能性太少 而不肯先花几十万 和自己可能是几年的 无偿工作的时间去寻求答案 但如果像新西兰那样 有一个组织是由专业人士组成 将病人受到不良后果的案件 作一番调查 调查的目的 起码就是为了改善自己行业的质量 另一方面 如果病人应该得到赔偿的话 就不需要病人那么辛苦找律师 绝大部分有遭到律师的拒绝 新西兰这样的这种制度 不用医疗诉讼解决医疗糾纷 或者是寻求医疗不良后果的答案 可以让每一个医护人员 都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提高 逆使医院这个庞檐大物的各个部门 协调得更好 现代医学每一个环节 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复杂 就好像公园 有花、有草、有树木 水里面有雨、有蝦、有青蛙 而泥土里面又有蛇虫、鼠蚁、有水分 泥土上面有阳光、有风 这些生物和非生物 有很复杂的互相作用 医疗系统就好像这个生态 是非常复杂的 行外的人是很难理解得到 所以上了法庭 陪审团的成员中 即使是有教育程度很高的 他在医疗方面的理解都未必很深 大部分陪审员的平均教育程度 是大概九年级 美国的面向大众的电视、报纸 用的语文是九年级的程度 就是初中水平 那么在这么复杂的 现代医疗整个生态系统下 要求平均教育水平是九年级的陪审团成员 去明白一个医疗事件 确实很不容易 在医疗以外的绝大部分其他领域 诉讼是很有效的办法 因为诉讼的过程就是 冲突的双方面对一组第三者 去各自陈述自己的故事 只不过是现代医学 不单止在科学层面非常复杂 还要整个医疗系统 从医生到病人 以及中间的各个步骤和环节 是如此复杂 陪审员的成员已经很难在理论上完全明白 就只能够对自己眼前的原告 也就是病人或者他的家属 以及被告也就是医生 和其他医护人员的一个喜好的竞争 就是哪一个黑人争 哪一个就可能输官司 其实病人家属和他们的律师 在法庭上能够胜出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因为他们要证明医生和医护人员 或者医院做错了 说服陪审团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在美国大部分人对医护人员都是很尊重的 虽然医生在医疗诉讼案中输官司的可能性很少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受到的精神压力是无时不在的 这种精神压力其实就损害了医患关系 也阻碍了医护人员内部的交流 希望通过对自己的不足作出检讨 而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希望有一天医患的冲突可以不再通过医疗诉讼 那时候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 就可以更加诚实地公开地互相探讨犯过的错 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 而不是因为怕留下口实、留下记录 而对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几乎产生的错误 遮遮掩掩或者不敢提及 我也希望不再通过医疗诉讼去解决医患问题 就有更多的病人当他有不良的医疗后果的时候 能够通过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鑑定委员会去做调查 给病人和家属一个答案和经济补偿 这个是我个人很粗浅的看法 和大家分享一下,多谢你